既然高油价时代当中 所带来物价的飙涨 改变了全球的生活方式 现在在美国当地 有许多民众很担心 重点在70年代 石油危机 可能到处买油都要限制 民众面对这个油要限制 大排长龙 等着加油 恐怕会不会重新 当然改变我们生活当中 来看在台湾 跟去年数字相比 台北市在每一天增加了 有17万次的公车组 油价在飙涨 物价在涨价 几乎改变全球的生活的形式 先来看一下 机场节能减碳 现在可以从学校来做起 在高雄市的中正高宫 他们率先全台湾 装设一台 除冰式的冷冻的空调系统 机器利用在晚间 用电的离风时间 制造冰块 白天再利用冰块 来融化吹出冷气 装设之后 学校原本在一个月 25万元的电费 立刻降到只剩下7万多元 这一间 它现在是没有上课 它是在户外课 所以我们的电脑 像我刚才那个电脑的部分 它就把它设定为 是off的状态 通过中央空调设定 只要坐在办公室里 查询教室里头 有没有学生在使用 轻松的移动滑鼠 就可以控制系统 通过冰水的输送管线 冷气就直接送到 教室里头来 像这间目前教室 有在上课的话 它就可以设定 依照我们设定 就把它设定好 在那个10G9在那边 这边的话 我们会鼓励学生 设定在28度C 那现在它这个温度 是显示在28度C 就是我现在室内的温度 全校61间教室 每一间都装了两台 各三吨的室内送风机 学校特别开场招标 装设这一台 除冰式的冷冻空调系统 不同于一般的窗型 和分离式冷气 装设在校园后方的机房 利用晚间10点半开始的 离风用电时段 以便利来制作 120公分的冰块 在白天用电间封时段 再靠着这些冰块融化 送出冷气 那半夜呢 就是在这里面做除冰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是白天 它是在做主要的融冰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平衣融化 就要变成水 你在离风用电 用的电都是所谓的 核能电厂发出来的电 那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核能电厂 它不会产生 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然后转换 这个概念转换过来这一边 就代表说我们是 不会增加我们的二氧化碳 在这个节能上面 我们大概有 70%的节费空间 成功达到节能减碳作用 让学校原本平均一个月 大约25万元的电费 降到只有7万元 而率先全台装设的 除兵式冷冻空调 让学校不只省了电力 同时也省荷包 东方新闻林之会 杨又章 高雄报道 仍然强当省长 当然在物价飙涨当中 全球的生活方式